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定期会议形式提出适合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从北京一路奔波 来到长春市参加多学科会诊的权威专家 会给患者和观众带来哪些建议呢 敬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北京专家蒋肿瘤 今天呢 让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 日常当中的养生小行为吧 一 晨起搓面 不长老年般 用手轻轻搓擦面部啊 有改善面部血液循环的作用 长期坚持可延缓 延面衰老 推迟老年般产生 二 长运双眼能明目 双手搓热之后呢 用掌心亲无眼睛 两眼自然闭合 眼球先顺时针啊 慢慢转动几周 再相应的逆时针转动 时间呢 控制在五分钟左右 说到肿瘤疾病呢 我们都知道啊 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疾病 所以全面的分析对患者是尤为重要 这就表示 多学科会诊 对于肿瘤患者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我们今天来会诊的专家呢 内科专家叫朱不东先生 朱不东老师 他是北京大学中流医院的内科主任 外科专家呢 是我们于昌海教授 是三零一医院的新外科主任 放疗专家呢 是刘燕赵老师 他是卫生部北京医院的放疗科主任 命疗外科基茨齐老师呢 是地毯医院的命疗科的一教授 这些专家呢 都是各个学科的 顶尖级的专家 画面当中 正在接受会诊的 是一位来自吉林省福余市的患者 原本生活幸福的他 却在一次体检中 发现自己得了肿瘤疾病 那么现在的他病情如何 他又为什么会来到长春市就医呢 我是八月份做体检查出来那个肺部是磨玻璃结结影 当时我也没拿它当回事 我也不懂啥叫磨玻璃结结影 后来我找医生胸外科的医生喂一下 他说得做穿刺 得看看是恶性还是良性 最后我是12月25号做了手术 补查结果是一级弊 但是他建议化疗 因为我本人不是长春市的嘛 我是浮渝的 那个我朋友在长春 说今天周六有一个 有北京专家过来 就这么我说正好 我说究竟是化疗还是不化疗 过来让专家看一看 就是这个样子 刚才是一个老年的女性病人 她是一个右上肺的一个结节 不大很小的结节 刚手术完了一个月 我们刚才给做了一个复查 结果还是不错 他除了有些疏后的那些水肿以外 肺的病灶恢复也不错 也没有感染 也没有疏后病发症 他这次到我们原来呢 主要是想咨询下一步 还有如何进行巩固治疗 一般的病人的话 早期的肺癌是不需要任何治疗的 那个病人经过我们的分析看呢 病期比较早 手术切除也比较彻底 放疗呢 疏后的放疗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给病人过度治疗 然后化疗的情况呢 刚才我们那个总统科主任也看到了 因为他的资料还在都不全 我们还需要知道他的那个 宿前的那个Pi-Tcq的诊断结果 有个特别重要指标叫SUV值 那个是越高的话呢 说明总统的恶性总统越高 所以说 我们还要根据那个病理的情况 还有一个免疫主化的情况 等那些资料都拿了以后 我们再决定给那病人 是不是做一个疏后的巩固化疗 也可能如果这个这些指标都比较好 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治疗的 如果呢这个宿前总统的胃度比较高 免疫主化结果有提示不好的话 我们可能还要造三个周期左右的 宿后巩固化疗 是这么一个情况 刚刚专家也说了 这位患者患有肺部节节 这种病呢现在比较常见 一些患者对此也有很大的疑问 咱们先来啊让专家跟我们讲一讲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是这样 肺结节呢特别常见 尤其你们都知道 我们国家这个污染比较厉害 所以很多老百姓都有肺的结结 以前呢大家不太重视 因为检查也比较少 目前我们这个查体的做得多了 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呢经常被发现 大家确实也很担心 实际上这个肺结节的话 也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它是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 一般来讲的话 那种肺的发现小的阴影都不大 一般零点几个毫米 一般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定期的复查 如果说有了 我们不要特别紧张 我们就大约是每隔半年 甚至于一年 我们就复查一次 去进行观察 如果说这个节节没有变化 不长大的话 我们就不用管它 当然如果说这个东西长了 而且周边出现毛刺 所以那种三角形那种毛刺 那么就是可能体制到是早期的肺癌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给局部的治疗 像刚才那个病人就是这样 因为他就是查得比较细 所以说局部手足切除 就基本上可以完全治愈了 所以说对节节的话呢 我们既不要紧张 需要定期复查 如果有问题 我们做局部手足治疗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在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一直很高 尤其是在东北地区 肺癌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所以肺癌的预防 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 比如说家庭的不良装修 过度装修 尤其现在很多那种大理石材料 它有本身天然的放射性 这种的话是要避免的 再有就是吸烟 这个特别关键 所以说我们是主张是要不吸烟的 尤其对女性 这种影响更大 另外如果说家庭有一个人吸烟 那么其他人是被动吸烟 被动吸烟的风险也就是很高的 我们有文献去研究 就是被动吸烟的人 他的得肺癌的这种概率 跟每天吸一包的人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的预防 主要从环境 个人的习惯 还有一些家庭双修 这几方面去考虑 然后另外一种要素 就是说对于那种高危人群 比如说家里有肺癌的人 有抑感基因的人 还有对于那种年龄超过四十岁以上的人 像这样的人 我们都主张每年去做一次体检 提起癌症 人们几乎都会弹知色变 要想对抗癌症 我们就应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因为癌症的分期不同 所需的治疗手段和最后的治疗效果 自然也不相同 我们肺癌的话 分四期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一二期叫早期 三四期叫晚期 我们是根据肿瘤的检查后的大小 有没有局部的铃马蹄转移 因为有些肿瘤容易转移 还有一些肿瘤的肺转移 出现肝转移 颅内转移 根据这些情况 我们去依次定一个分期情况 就是我们要结合 肿瘤的形状 大小 部位 有没有转移 是转移到局部呢 还是转移到全身 去总体有一个考量 是有一个规范表的 去分这个一到四期 您刚才谈到的一个治疗方案 实际上我们目前的治疗方案的话 早期肺癌的话 还是主张局部的手术切除 然后对于那中期和晚期的病人 我们是主张手术联合放疗和化疗 一般来讲的话 先做手术 手术后做巩固性的放疗化疗 这样可以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目前的治疗手段非常多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专家提醒 要想远离肺癌 要尽量注意以下几点 一 不吸烟 而且远离二手烟 吸烟和二手烟都是肺癌的最危险因素 二 避免熬夜 良好的生活习惯 是预防肺癌的重要因素 三 保持心情愉快 长期抑郁的情绪 是导致肺癌发生的重要原因 虽然我们处在肺癌高发的地区 但是只要积极预防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相信我们都能够远离疾病 我们也希望患有肿瘤疾病的患者 都能够早日的康复 健康快乐的生活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吉利卫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